在给西施犬美容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准备工具 剪刀的话 一般我们会准备两种剪刀 一个是指剪 一个是牙剪 然后呢 还是要再准备一把牌酥 持牌酥 然后呢 首先我们先把狗身上的毛剪成圆形 就是把安着身上的毛剪成圆形 身躯的形状去剪齐它 然后呢 再用梳子去把毛 这边的毛去调起来 然后呢 再去修剪干净 用牙剪可以做一个过渡 这样呢 保持体型和整齐 然后西施犬的耳间要剪成圆形 所以说在剪耳边圆形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一般我们要摸到那个耳边去剪那个 千万不要就是摸不到 直接上去剪 很有可能是把耳间去剪破 然后尾巴的部位是一般的话 我们会用留一厘米宽 所以说呢 我们就这个地方剪的时候 我们稍微要注意一点点的 然后呢 一般的话 它们的脚是 脚尖是要剪猫足 所谓的猫足就是剪一个圆弧度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 这边是用指剪和牙剪都是可以的 西施犬的话 脸部我们一般就是说 它这个脸部的毛发会比较长 所以说一般我们会给小狗扎一个小辫子 扎一个小包包这边扎起来 扎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话是 最好是选择一个封线梳去 尖尾梳去把它分割线 然后尽量的话 把毛发就顺其去扎 不要把它眼角啊 哪里吊起来 这样子呢 小狗会不舒服 然后它会不停的挠 然后又容易挠伤眼睛啊 皮肤挠破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是要注意 还有一个都为了美观 好多主人就自己手工做一个小蝴蝶结 然后给小西施犬 带在那个扎辫子那个位置 可以给它扎一个小蝴蝶结 这样呢会很可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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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